你让我封杯 我得跟咱妈告诉 现在咱妈主动让咱家封杯 我是啥情况 今天冬至 所以我们在家吃饺子 但是 因为阿嬷不会包饺子 所以我们点的外卖 我也会帮你 但是你家这个 那甲子都没有 也没有呢 要蘸面杖 也没 蘸也没有面 所以我说在这买 啥人麻烦 一份摇鸡王 来看一看 来个进井 哎呀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还是熟悉的配方 你拆呀都是 好呀 手刀戴上呀 哎呀 诱人 色香味俱全 看看今天的饭 咱感觉外外点的格外丰盛的 哎呀 热乎了嘞 看我点的手工大饺子 这不比咱包的差啊 那是 不知道咱爸在家吃啥呢啊 我饺子这种节日啊 肯定出去 老闺蜜 其实爸才饿不住他的 你爸可有地方吃饭你了 哎呦 他一天不 他一天三顿 他都能遭到地方吃饭了 今天给他那些朋友 今天吃了明天吃 为啥他我不在家 我都担心他好喝酒 你知道吗 抽烟是不抽烟 你爸就是喜欢喝酒 上次把他脸磕了 再打一块啊 为啥都不为啥来 那个上那多长时间来你这 还不让你拍他 不让你那个不上镜啊 偶像包不住啊 快像了 吃完饭了 妈又拿了一床被子 我把那个大被子 你给你手起来了 你不是说那辆王王 往车被子啊 是啊 他在你说王王车 他也车 你也车 到天亮了 两个人都懂感冒了 是 我给他换成两双小的 你这一双 分开睡 前半夜 我就是被子都没了 然后我现在不是去厕所吗 半夜的 然后回来之后 我看见被子都在他身上 我再给他车过来 我再让他逛着 你也不知道让他 他打肚子 你被他 你叫娃娃动了 你就欺负我们娘俩 他欺负我 我没看懂 这是啥意思 分被窝 看见没 分被窝 明白吧 我把你那样 大被子收起来了 你俩一人 换了两个小被子 一人一床 省得往上 你也抢被子 他也抢被子 都冻感冒了 而且你现在不是还咳嗽整天 嗯 你还幼儿 你别见着我 你在车上去边对着人 你感冒了 就是说咱们两个都能吃药 他不能吃药 嗯 所以说咱们就是说 招呼着谁也不能感冒 现在我在你们家 我就特别注意 为啥我在我们家 喝那个凉水啥来 我在你们家 我都不敢喝 因为啥在我们家 我又你爸 就是说照顾着我 在你们家 你们两个白天上班 如果我要是肚子 或者肠胃不好 如果吃的不好了 你说我去哪里看见 谁管我 所以说就是说 为了不给你们 就是说引起那个麻烦 所以说我特别招呼 你也在招呼着以后 你知道不 分开床睡 你这样也避免传染给他 你知道不 分床 没床 就沙发 就不是叫你俩分开被子睡 没时候把你分到沙发 你要睡沙发也行 也不是没睡过 但是嘛 介于这冬天天冷了嘛 沙发老掉 实际欲比 那你们俩一人一床 被子这样睡得更舒服 更舒服吗 你怎么翻身 怎么啥 你就是说你这个特别自由 你要是要不你跟着他 你还害怕压着 娃娃 这被子这么大 这也扑不开 这是小 这个扑开了 这是小 那被子挺大的 那个也小了 我大了给你们收起来了 咋了 你别打我是吧 你别动手啊 你跟咱妈瞎说啥呢 那是不是没办法嘛 天越来越冷了 我得好好照顾你啊 你不用照顾我 我不需要你照顾 你万一白天晚上睡 被子没盖好 我都给你帮你盖被子 只要你不在 我被子就得干得好好的 捂得严严实实的 你啥也听咱妈说的 你再说的对我有意见 这以前咱俩是啥 你让我封呗 我得跟咱妈搞的 现在咱妈主动让咱俩封呗 我是啥情况 我特别你那声音 咋还沙哑 快哭了点 现在家庭定位 一天不如一天 真的 这这不挺好的吗 这大辈子这怎么办 这绿油油的 这不是挺好的吗 还穿路辈子 啥意思 那这就 想想想 翻啥粉就这吧 两个人一起盖吧 别想 我不想跟你一起盖 咱没带啥就嫌弃我了 是吧 早就嫌弃你了 现在就表现出来 我不同意 洗洗睡吧 别装了 我不管 我就不 不你就不 你出去 你就不